聚能的脸颊半边整块全是瘀青 眼睛也重得发紫 但打他的竟然是安置家暴孩子的生活辅导员 你最扯的就是你在安置机构 你是一个反暴力的安置机构 中途迷途之下安置机构 你还把我儿子打这样 爸爸越讲越气 儿子到底做错什么事情 才会被申附员打成这样 去年8月许姓男童的爸爸 家中遇上许多事故发生 一时之间没了工作 房子也被迫变卖 因此与妻子争执频繁 过程中甚至被妻子动手殴打 连孩子都不小心被打到 因此他只好先向相关机构求助 拜托这个机构 帮我安置一下小孩 等我生活上一切都OK了 再把他接回来 这一年多爸爸每个月都会去探视宝贝儿子 但却在9个月7号收到这样的通知 上个月29号有名生活辅导员 因为许姓男童生活习惯不好 在情绪失控之下动手殴打他 让爸爸只要一想到就忍不住眼眶泛红 我们现在担心的是小孩子在这个机构里面 过的到底是生活在恐惧之中 还是说是不是家长可以帮他安置在其他的安置中心 不过机构考量小朋友明年就要升上国中了 国小剩下一年 如果突然转学恐怕会更加不适应 而且出问题的申负员也已经离开 目前申负员已经离职接受调查 但这样的遭遇对孩子来说 小小的心灵恐怕会造成二度伤害 TVBS新闻失贤人蓝亭新北采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